Hello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南潮山,这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故居 这个故居呢,山面环山,风景非常的秀丽 整个故居有山有水,树木环绕,青枝绿叶 这边还种了一些菜 前面呢,则是一片田园风光 种的是稻谷 很多北方的朋友啊,可能没看见过这个稻谷长什么样子 但在南方,基本上都是以种植稻谷为主 故居旁边有一片很大的荷花池 现在开得非常的茂盛 整个故居它的原称呢,叫上屋场 整体是坐南朝北,一山而建 我们可以看得见它这里的山峰啊,并不是特别的雄奇 但是树木非常的触庸 显得格外的整洁雅致 现在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人来张仰毛主席啊 不管是故居还是同项广场 每天都是人山人海 有句话说的好,喝水不忘挖井人 那幸福了,肯定是不忘毛主席 这边呢就是毛主席故居了,但是这个故居啊,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是属于毛主席家里面的 现在我所走的左边这条路呢,就是属于毛主席家里面的 一共是有13间半房间 它总的一个站里面积有500多平 在当时算的算是一个大户人家了 而且房顶上面啊,也是盖的青碗 和右边邻居家里面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邻居家里面是盖的那个茅草 这边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田园风光还是非常秀丽的 这边就是毛主席故居的后院啊 后院这边啊,种了一些蔬菜 在这个上方呢,还有一个小院子 小院子这边呢,就是一个专门晒谷的地方 叫晒谷坪 然后有一个小房间,是专门储存这个稻谷的 以前在忽兰农村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储存粮食了,都是储存在这个仓里面 可能很多的朋友是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的 这个晒谷的地方呢,面积也是非常的小 以前晒谷的话,都是没有这个水利的 只有那些有钱人家才能够有水利啊 尤其是下了雨之后,这个稻谷是非常难打理的 就是这样一间非常小的房子 应该储存量还是挺大的 这边呢,就是一个菜园子 菜园子这边啊,种了一些印记的蔬菜 比较熟悉的呢,就是有那个辣椒,茄子,空心菜 但是有一种菜啊,我好像不是特别认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这个菜长得还是特别茂盛的 长得特别好 而且还有一些水 尤其是空心菜种的这个水边啊 它长得格外的好 我看到它这些菜也是有人摘过的 也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打理 你看 长得还非常的不错 这个茄子树上都是结满了茄子 尤其是这个空心菜啊,长得非常的肥药 但是也看得见有一些采摘的痕迹 应该是有人采摘过吧 这边是潮天椒 就是它那个辣椒啊,向着天空的 这种辣椒很辣的 可能其他地方也叫小米椒吧 然后在这边呢,这个青的 有点带纸的,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 有朋友的,知道吗 然后还种了一些这个韭菜 反正大的小小一共看呢 有五六种菜吧 院子这边也是提供的一些座位啊 就是方便一些旅客来这里休息一下 在对面呢 也是种了一些芋头啊 还有一些丝瓜之类的 到了农历的八九月份啊 就是国庆的时候 这里的稻子都会成熟 将会一片金灿灿 非常的漂亮 不知道毛主席 估计这片菜地是谁打理的 估计这边呢 还有一个瓜棚 就是刚刚说的 种的一些丝瓜之类的 大家最喜欢吃哪一种蔬菜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